一期来听有梦想的人说故事 欢迎收看精彩大人物 我是徐晴晶 我们讲到疫情过后 景气复苏 但是国旅在最近 却出现了很多的声音 从报复性出游 出游 不是一些出游 到中秋节 还有国庆 两个年假加起来 有七天的假期 但是国旅的导游却说 他们没有团可以带 闲在家里头 还要去接外快 赚外送 赚外快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问题出在哪里 国旅还有没有救 甚至有人说 国旅怎么会变成是 有钱人才玩得起的 真的是这样 我们赶快请到专家中的专家 我们的掌舵者 交通部观光署署长 周永辉周署长 来给我们解答 欢迎署长 主持人 金金小姐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周永辉 那么我们希望 观光署能够带领大家 我们不做世界第一 但我们可以做世界唯一 台湾有非常多的地方 可以值得大家一起来探索 真的 我们不要做世界第一 但是一定要做世界唯一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独特性 在哪里呢 先看一段VCR 我们下期再见 哇 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回忆 C7吃美食 上山下海 体验各种风土民情 在台湾我们 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宝岛 随时可以感受到 这么方便 所以我们不独特吗 我们真的很厉害 对不对 但是最近真的有很多人在讲 这个国旅出现了好多好多的问题 尤其是价格 让大家好像是消费不起 觉得好贵好贵 但是这个国旅的旺势 一开始从报复性旅游到现在 这个报复性旅游的旺势 可不可以继续延续下来 该怎么做呢 我们来问一下第一个问题 好 讲到了 就是国内移动成本太高了 这个交通不方便的问题 有人说署长 如果说像墾丁跟冲绳 这两个是比较相似的形态 那我如果从台北开车要到墾丁 这个交通好久哦 可能超过三小时 但是同样的时间 我可能飞一趟这个冲绳 我根本不用 我就一趟飞机就到了 我还甚至不用转车 对不对 那他就会选择到冲绳去了 那或者是说 我如果要到花东去旅游 我从台北到花东 这时间我真的也可以飞过外了 对啊 所以怎么办交通问题怎么解决 我可以这么讲 因为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交通是一个选项 那当然我们常讲说 沖縄它是一个岛屿 那是一种体验 那我们在南台湾的墾丁 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景点 市民的景点 那我们通常不完全是 纯粹的这个分析的这个梳理 不过我是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要件 就是说 我们在算整个交通成本的时候 移动成本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很多算法 那你要转车啊 转等候啊 这些都是你的时间成本 对 那台湾有一个比较好玩的 就是说你在 我们开车这个自驾的部分是很方便 对 所以我们大概国里的部分 会分几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我是一日游 一个是我要过夜 那它的交通的处理就不大一样 那我们就希望 因为我们的一日游 有高达百分之七十 然后过夜的话是百分之三十 那尤其是疫情之后 不然间这个部分的对比性 会比较强烈 那我们在对比性强烈的时候 所以我们也不断的来倡议 我们的台湾好行 是不是让大家能够更方便到景区 对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优惠的方式 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优惠的方式 对 你打一些方式 赶快请署长给我们介绍 Pepo在哪里 我们现在就开始啊 就是半价优惠 只要你拿悠优卡 好 悠优卡的话 你上车 大家台湾好行就半价了 所以等于是买一送一的概念 还有我们台湾观巴也是这样子 台湾观巴就是我们今年啦 12月31号 我们用短期促销的方式 就是真正买一送一 所以我台湾好行 我要特别到官网署的网站上去看它的时间吗 还是怎样 不用 因为台湾好行 它就像一般的客运公车 只是我们特别延伸到景点 是 接驳的这个班次 比如说我们连官物都有连接 我们所有的大家北中南东 其实大家想一想 甚至有些人要朝圣 这个礼拜 我们在台中有一个中台阐市 我们特别还拉两个 拉线到中台阐市去 让大家能够在交通上更方便 否则那个最后一礼物就很辛苦 所以我们也计划我们明年 113年 我就先enlounce 我们要推台湾 台湾pass 国旅版 那我们希望说 把这些交通的部分把它整合起来 是 所以有比较好的优惠 然后来鼓励大家 好了我知道 苏长我们 我替小老百姓发生问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 平常日真的会人比较少 但是呢 就是大家 现在有小孩 然后又要上班 要挑平常日去 真的有点困难 不过真的啦 刚刚苏长讲到 如果可以及早计划 对不对 是 及早计划 其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及早规划 因为我们台湾人 比较喜欢 急行 急走 说走就走 对 对对对 我们后来河河河 对对对 我们后来一星期去高雄 对对对对 我们明天再来去到位 这样去划 因为它这种比较急性式的 其实他们在这些我们的观光旅游业者 他们都有一些类似找鸟票 是 其实或者是你可以找一点订房 这些他们就会比较优惠 我们在国外欧洲或者是亚洲 其实这种倡议都慢慢慢慢兴起 那欧美是比较明显 他们最短最短是九个月 所以我们想说我们这种比较一种比较弹性 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其实有计划性的旅游 反而我们会准备的多一点 而且旅游品质会更好 是 对不对 你在探访当地的时候 你会更清楚的知道 当地有什么特色 你真的想要去探索的是什么 对 那因为有些准备 那有些优惠啊 就比较多的时间去掌握 对啊 也是 好啦 及早规划啦 真的这种 虽然讲很激动 但是真的有时候激动到最后就是 什么都没有 就会觉得好可惜哦 这样子 如果早知道就怎样 早知道我就去哪里 早知道 那为什么不早知道呢 早点规划就好 对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呢 台湾观光缺乏特色 平庸 相似性太高 台湾有人说呢 怎么很多的景点 或是景区都长很像 我举最经典的老街为例好了 啊 台湾的老街都长一样啦 是 这会不会也是我们国旅 大家比较诟病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倡议 观光圈的概念 所以我们会觉得 国内的现在其实 我们的国家公园 国家风景区 还有森林游乐区 它是分 都是中央政府在 比如林业署啊 还有国家公园署 对 我们这三个署啊 其实都有一个一定的标准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把它 营造不同的特色 那我们自己讲了 不算数 我们还申请国际的认证 所以我们拿到非常多的 国际的认证的标准 比如说澎湖的双心石户 它是一个怎么样去 一日农夫 一日渔夫 还有我们非常多的 这个生态旅游 尤其是这个全球都在思考 这个疫情之后 有哪些旅游的形态改变 对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掌握 自然环境的旅游 这个我们讲说 生态的旅游 还有部落的旅游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就是我们常常会出差 出差以后 我们会休有两三天假 对 就出差后的旅游 所以这四种的形态 是未来就是的这种趋势 那么我们也跟地方政府合作 所以我们也跟22个 县市政府的观光首长的会议里面 我们一直在参议 因为地方又有很多地方景点 我们希望能够结合 比如说高平台南 之间能够做串联 台中的中台湾能够做串联 花东做串联 因为他们这样子一个串联起来 我们整个三阶的这种设计 大家可以慢慢体验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 用我们的这些政府在推之外 能够 业者他也在努力在想 他也想说 哪些是地方限定 所以我们也透过在地创生 那么我们希望说 大家不要在同样一个地方 吃一样的东西 对啊 然后即使我们台湾很多地名 是一样的 比如说大西 我们有桃园大西 也有宜兰大西 是 我们有富岗 有台东富岗 也有桃园的富岗 是 我们还有观山 我们有南部的观山 跟东部的观山 我们有很多同名的特性 但是 但是他的玩乐都不一样 对啊 我就希望说大家去体验 说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是 所以大家真的要多多开发一些新的 这个玩乐的地方啦 是 应该讲不要只局限说 三峡老街就去三峡老街 然后什么地方就去哪个地方 就是可能可以要开拓一些新的景点 新的区域 对不对 那老街一定要去做串街 大家可以好好去感受一下 是 因为政府现在正在推一个叫 T2025 2.0的方案 2.0的方案 不只是我们把我们国内的这些景点 都做出差异性 特殊性 跟地区化做出来之后 我们还要推向国籍 是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迈向 就是迈向2025 其实现在大家都很关心 这个阶段性的 所以我们在开放疫情之后 世界上都在评估 比较保守的是 2025才能够恢复到疫情 之前 但是比较乐观的是 2024就可以恢复了 那我们希望 对 台湾能够早一点 能够恢复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主题性的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张表 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来台的光人数里面 他们我们现在就是说 今年有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这个能够年底 能够达标600万 那么我们应该 大家都很关心 这个旅游的旅展 那旅展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媒介 那台北的旅展 对 11月3号到11月6号 我们就可以达到500万 所以我们 我们就是 可以用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做串联 那大概 这个我们讲说 景区经济学的部分 跟我们的影课的部分 一定要透过留课 大家一定要留素 留素以后我要特别说明一下 我们明年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1000 就是疫情之前 我们疫情之前最高的是1187 1187万 所以我们只要1188 就1188万 直接冲整数了1200万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还是要努力 那这个部分就是 有些配套 我们在等于是五路齐发 那么第一个当然就是 刚刚特别讲的旅展 台北旅展是国际知名品牌 那还有几个重要大展 包括伦敦的旅展 我们现在已经派员到伦敦 那我们伦敦办事处也重新的 再跟大家一起做一个服务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日本的旅展 那日本旅展本来都在东京 那今年是在大阪 所以我们在大阪也做low show 那我们也特别说有抽奖 抽那5000块 那么日本的市场 我们这次就加码 再加1亿 所以预算再加1亿 让更多的人来 这个机率就更高 那这是一个影课了 那我们觉得说在疫情之后 我们能够怎么样去扩大影课的部分 我们希望说从自由行跟团课 那团课的部分 当然有些我们希望能够有包机 那么也希望也鼓励邮轮 除了扩大的这个部分 我们这五路齐发 就是说我们通过旅展 或者是这个推广会 还有户外户内 就室内的广告 其实我们最明显的就是 我们在这个户外广告 Time Square 就是美国的 还有我们就是彩绘列车 彩绘列车 其实它是移动式的广告 那还有就是在大的广场 比如说还有那个室内百货公司 大家都会看到我们有很多宣传 那就像我们地方政府希望引北客到南部 他们也会想尽办法 台南明年是400年 建成400年 我们台湾灯会也在台南 所以它像这个这样的活动 就是我们扩大我们的引客 除了国际客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国旅也能够一起来 那我们就希望我们在春天的时候 一开始就有很棒的灯会 那么我们在我们希望能够力推中夏节 中夏节 对也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 可以大力的倡议我们的主题 比如说铁道观光的旅游来夏天 还有呢我们有可以吃冰 我们的冰品很厉害 冰品很多 高雄的话有个大碗工冰 澎湖仙人长冰 澎湖仙人绑冰 对各种 然后我们也觉得每个地方都有 那还有我们觉得一件事情是可以力推 我们台湾很多就沙滩 我们的沙滩有白色有黄色有金黄色 还有黑色 对很美 所以我们就会结合这样的一个种夏节来做沙雕展 是沙雕展的从芙蓉沙雕开始 然后到宜兰 宜兰那边投城那里的这个海滩也很美 那边是冲浪圣地 对然后再加码就是美食节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希望台湾的美食 除了我们自己觉得自己不错 我们也希望跟国际连结 所以我们引进了米其林 然后也带动了国际观光客 也带动了我们国律 那米其林其实它北中南我们这样设计的 所以我们三年台北之后 三年在台中 然后再来在南部 我们后来也谈成了 很棒就是我们是双城 也是台南跟高雄一起 所以这种米其林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我们就希望能够品牌 那没有米其林的地方更多 我们客家的小时 对比比登之外还有 我常常希望大家能够有小镇漫游 对 我们很多小镇是很有特色 其实你要去感受它的那些变化 那些文化 所以我们在希望能够多留客 其实署长作为一个观光人 我知道我们之前在台铁 然后又到观光局 这次是又回归到观光署长这边 所以其实对台湾的了解一定很深 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 房价房价 我到台湾的国旅 但是这个房价贵的问题 反而是大家现在很care的 房价这么高 怎么样让它降下来 有办法吗 对 房价的问题确实是最近 大家比较关心的 但是我们看的数字 就是我们在看这件事 我们是看平均房价 那确实有些是比 比较预期的高一些 那我们是觉得是说 他们业者是讲说 因为他们有接近离风的问题 所以在离风的时候 其实也的问题 也希望他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 那平均房价 高的一些部分 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鼓励他们 用正面的方式 让大家不是只有满意而已 而是希望能够感动服务 真的 感动服务有哪些 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这个影片会让你感动 真的 请开会 民事和饭店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有人情味 每一个细节 每一份讲究 都是我们对客人的捐持 我们用道地的食材 一种和环境共生共荣的理念 我们的空间 我们的服务 都是想要与你分享的一种生活态度 经过绳整把关 优质严选 台湾民宿建制 感动吗 到民宿去 到当地的住宿饭店里面去 其实是可以透过民宿 再往下扎根去发展的 对不对 对确实 因为我们台湾的民宿是一个特色 我还曾经有民宿 它卖的东西是什么 卖的是西班牙材 对 所以我们觉得好特别 但是就是大家讲的 我这样的CP值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 讲房价 它是一个单一因素 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 我们的旅游的整体的 这个费用里面 是不是这个物超所值 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可以多关心 就它的附加价值在哪里 不是只有看房价 房价高 某些是真的高 是真的高 但是这个好像就是变成 是各个地方政府 然后署长可能不方便讲 我来不方讲 各个地方政府的 这个一些相关的 一些规定的措施 让他们成本的一些考量问题 这样子 对不对 那高房价真的太高了 你可以不要去住那一间 你换一间嘛 是 他们也有五千块的优惠 然后也有一种方式 就是买年票 比如说高铁加住宿 是 那台铁他们也有这种设计 还有我们的阿里山铁路 他们也有这些设计 所以旅行社 他们会包装行程 我们尽量用这种连票的方式 其实可以 比较高品质 高价格的这些住宿 你可以用比较 比较平均房价的方式 来住 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这个房价虽然是考量的一个点 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不是 只有看房价的表面 那个数字而已 它背后的一些附加价值 它背后的品质 可能是大家才要真正去思考的 其实 书长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在人的时候 有聊到一个字 我觉得那个字很棒 叫酿文化 是 酿造 酿造的酿 比如说我们酿花东 酿高雄 酿南湾 其实是酿岛雨 我们台湾用量这个字来酿旅游 我觉得会把我们的国旅 其实也会带动业者 整个往上 它也会更 对 它是一种 把它最潜在最初中的那个本质 给激发出来的概念 好 这种感觉 酿造 是 然后因为量的部分 用这个字眼来形容 其实我们在后疫情时代 大家会知道说 其实有些人希望放空 然后有些人希望能够知识性的旅游 对 那用量这个字 才能够让我们深度的把自己沉淀下来 未来我们在国旅这一块 国内这一块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计划 我们国内的部分 其实他们17个观光圈 我们希望来辅导基门 变成18个观光圈 那18个观光圈以后 我们希望有7个区域型的观光圈 也就是北区 中区 南区 东区 还有 马祖 岛屿是独立的 马祖 然后金门 澎湖 我们觉得 未来的主题性 的旅游会很强烈 那我们希望用观光圈 联盟的方式 食素有够行 做策略的方式来提供 我们正好在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东区就花东 在我们的华山 1914 是因为华山是1914年 启用的 所以叫华山1914 然后我们在那边 大家东西都不够卖 原来花东有这么多市集 我们就可以叫做 这个观光圈四集日 能让大家能够知道 原来还有很多地方 可以大家去探索 真的很棒 对不对 所以这个观光的整个 播话 请到我们典型的观光人 我们周局长 周署长的就是 最最 最恰当的这个代言人 我只能这样说 因为其实在这个 节目一开始之前 我们有跟局长聊一聊 那您今天带给我们 什么样的金句 局长说 青山青海 乐环岛 是 这是真的 真的从你以前到现在 都在想这个吗 因为我们知道你当过 台铁局长 观光署长 这些 我觉得从 从念书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些旅游 对 大学毕业 或者是高中毕业的时候 然后开始 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 我们有这个 268座的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所以我们有低海拔 中海拔 高海拔 然后我们有 很漂亮的海岸 我们可以有水上的活动 有水下的活动 潜水 然后我们觉得 青山青海 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很有宝贵的资源 是一个环岛 一个岛屿 然后我们叫乐环岛 所以我用这样子一个slogan 青山青海乐环岛的方式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体验 一起来探索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这是我们署长自己画的 署长会画漫画 我们结伴而行 我们结伴而行 大朋友小朋友 大家一起来 结伴而行 对 这个理念呢 其实跟我们这次 我们观光署的logo 你看我们台湾变好美 这个logo也是您创造的 我们很谢谢 谢谢大家一起 这是我们票选 行程 我们也有很漂亮的东海岸 当我们这个东海岸的时候 其实这就是台湾 这个绿色的线 就是我们中央山脉 我们有很漂亮的岛屿旅游 也是我们的西海岸 那么北海岸 那么这样看的时候 这个蓝色的山脉 其实就是海岸山脉 所以当我们这个橘线跟红线 是台湾的话 这个里面就是环岛 所以我们的环岛 是可以 因为我们正好 打造了环岛公路 环岛铁路 那么我们也希望 大家能够骑脚车 可以泡温泉 对啊 脚车的部分呢 我们其实也营造了很多 比如说包括日月潭 环潭是30公里 是 那么我们希望说 环岛的话 大概900公里 那澎湖呢 也有一个101公里 其实台湾有 当然花冬的话也不错 因为花冬的部分 我常常讲 我们台湾正好是欧阳板块 跟非礼板块结合 所以在义旅的地方 我们把台11线跟台9线 把它串联起来 变成一个花冬的一环 所以也可以变成 玉长公路变成一个阿拉伯式的花 那我们这边可以有非常多的 玉礼 东礼 副礼 这三个礼啊 其实是很有特色 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一个环岛的过程 去体验我们台湾的美好 对啊 台湾也许不是世界第一 但我们绝对会是世界唯一 好 从今天开始真的要好好来游台湾哦 真的每个地方好好打卡 看看你能够收集几次的环岛之旅 也非常谢谢署长来跟我们分享 国旅真的很棒 大家要好好用心来挺国旅 用心感受一下 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精彩大人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金金小姐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